大家早中晚安 上海的白天仿佛留在了夏天 一夜入冬 春秋在上海只是航空公司 本来想带大家来领略上海的深秋 来到了印象中人流较少的外滩北面 没想到人多的 我一直在擦汗 只想来一瓶82年的可乐 其实外滩早已经突破了大家的传统印象 由于上海近年来的城市更新 外滩风景线分别向南北两端不断衍生 这是外滨眼中的外滩 这是文青眼中的西岸冰江 而北外滩曾经敌的航命集中地 已经咬身一变变成了Icon 今天就在这里 一国风情的阿拉伯夜市 点燃了秋冬的黄浦江水岸 小便我等了半小时 急破头终于挤进去 一堵方容 一起来看看 犹如Mommy Return一样的冲塔场面吧 整个入口的布景还是非常吸引人 毕竟对于见多识广的上海人来说 沙特阿拉伯还是一块大妈们还没机会打卡的神秘国度 地上的波斯地毯率先营造出一千零一夜的场景 跟着人流进入大门以后 的确能感受到浓浓的阿拉伯风情 瞧波斯地毯被这样螺旋式的悬挂起来 一秒进入场景 对于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初印象 除了阿拉伯的王子们 就是这些五光十色的波斯地毯啦 所有女生 小时候有没有也梦想 有一天王子做飞毯来接你吗 地毯皇宫的左手边 呈现了印象中的沙漠风情和中东建筑特色 椰枣摊据说是本次很受欢迎的摊位 人很多 吃个椰枣真的很不容易啊 老实说 看到这么多人 头晕晕的一直转啊转啊转 转着转着 你仿佛真的迷失在沙漠里 抬头突然出现了海市蜃楼 还有一片绿洲 可能这次是继上次情魔大战万圣节后 又一次人海升旷 不得不感叹 沙特阿拉伯这次活动还是下了血本 而且很用心 至今我还记得在场的工作人员 一手拿相机 一手拿对讲机 一脸惊恶的表情 小编本人很喜欢香水香薰 本来还想去撸点羊毛 但是可能摊位的小王子也累了 No show 羊毛撸不到了 伤心 夜市随处可见 唱阿拉伯特色服装的小歌 用中文跟你打招呼 影像 介绍当地美食和景点 还有这样随处充满阿拉伯风情的建筑 内装和家居环境 想象你和朋友们三五成群的坐在这里 闻着阿拉伯香薰 喝着阿拉伯咖啡的样子 眺望着远方的绿洲和沙漠 是不是很有feel呢 小编虽然没去过沙特阿拉伯 但是也去过十几个夜市 我敢说 这是上海近年来 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夜市 如果说左手边 是风格独特的异域风情 那黄浦江江景线的无遮挡视野 和对岸的闪烁霓虹 更衬托出阿拉伯的绚丽风格 在上海 作为人均摄影艺术家的艺人 凭借身高优势 我就能为你驳开人海 妈呀站不稳了 说上海人不守规矩 真的多虑了 毕竟看过十几个夜市表演的我 可是亲历过 十几个保镖保护一个不知名的歌手 而其实大家都是有明确的边界感的 当然阿拉伯特殊的风情 也的确让很多人都忍不住不停上前合照 小哥脸上的笑容保持了那么多天 也是不容易 说实话 夜市比想象中小 除了等待区域点尬 其他只有一个字 直 主办方或许真的低估了 蠢蠢欲动的上海市民们 那颗渴望看世界的心情 感谢关注 我们讲述建筑和文化的故事